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替大家导读一下 相关的军事新闻 那我们还是先回到 前几天这一则新闻 后来啊就是 我还蛮仔细去找一下 这个新闻网 而且呢 发现这个新闻网真的是很怪 他全部报导科批的 这些相关的新闻 那我就蛮好奇这位记者 那还有这个相关人士 这一位 那风扇媒体这一个 风扇传媒 其实你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蛮特殊的一个组成 那最近在做总统民调 也常常看到这一家媒体 而且在这一则报导之后 他也有采访张延廷副司令 之前的副司令 他也弄了一个相关的报导 自己在衍生 可是张延廷司令 我看他的发言 其实他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 就是这位记者有点超义 这个媒体这个记者 再加上这一位 跟这一位先生 所以这个组合实在是超怪 所以你看他 这个新闻网进来以后 都是科批他们团队的相关的讯息 那所以在他的新闻网里面 在搜寻说 这个搜寻空军 我是搜寻空军 所以你看他的报导 其实他有点精神错乱 不知道怎么样 可是这个报导 其实在我们军事圈里面 引起非常非常大的反弹 大概八九成以上的军事爱好者 都对于这个报导 非常不以为然 所以你看各个我们的相关的这些频道 粉丝团 其实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在表达 就是你可以当作是 专属于飞行员的一项尊重 或者是一个福利 这都可以 可是我们大家都认同他们应得的 这没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你看那么多 这么多粉丝团 这么多频道 这么多爱好军事的人 其实没有人会对这件事情 有太多的意见 甚至你看这个制作小组 他之前做这个钢铁军事小组的 其实他们都要讲说某学长 其实我觉得你们都不用叫他学长 真正可以称为学长的是 真的有一点知识涵养 这些可以作为风范 带领后面学弟妹 这种才值得称为学长姐 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一点条件的人 像这个也是批评他批评很严重 而且他点出了一个 因为他又弄了一个拉法业的案子 就是这位先生 这位先生又搞了一个拉法业的案子 所以真的是很夸张 你是空军的 而且你在空军真的待不久 你又去讲海军 这是素养太差 讲了就有问题 等一下我会解释 其他的朋友 也是军事爱好者 他们也都以他们自己的能力 PO出以前发生的事情 像这是C119除役的时候的一张 整个大家庭的大合照 这张会被拿出来是因为 这是C119这个运输机除役的时候 很特殊的情况下 所拍的一张大合照 空地勤人员全部一起 这个是非常有历史纪念价值 也认为是空军当时 在过往 二三十年来 甚至到今天 能够拍出最有活力 最有温度的一张大合照 所以你看C119的这些相关的对会 全部都一起 那这才有一个大家庭的感觉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粉丝团 这个朋友们到这个粉丝团 要用朝圣的心理去 因为他是这个 无剑行中将的那个粉丝团 他自己做的 他在里面PO出来一个就是大鹏部长 少将的时候 他女儿来看他 那大鹏部长就认为 这个就是一个空军大家庭的一个表现 这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这没有什么好讲的 空军是要往前走 而且空军的组织本身就比较活泼 那你现在的部长是陆军的 其实我听说是部长下令的 所以之后这些活动就不再进行了 那我觉得国防部的长官也不要为难人家 这你们陆军主政啊 就把国防部弄得很保守 陆军真的只适合去管草皮啦 还有管头皮而已 其他真的是没有办法 国防部这几年啊 在陆军主政之后啊 其实在士气方面啊 的进步并没有很大 而且相关的这些法令规定啊 已经严苛到啊 不是人可以干得下去的 所以离职率才会这么高 退伍潮才会这么多 陆军都不会检讨的 因为陆军都以为自己人多 所以这简直是啊 这个部长应该还是要海空军来担任啊 陆军真的是没有办法当高阶的 目前我看不到陆军的将领有这种气度跟格局啊 这是令人失望 那要再来讲这位先生 这位先生又统出另外一个新闻 就是说 拉法业 名人检举啦 内部人士啊 这就是经过那个 基隆码头旁边 然后随手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说这样子 腐蚀啊或怎么样啊 你到底 懂不懂海军啊 拉法业在这个位置要配备什么东西 其实他讲的不是很正确 可是我也不能讲的太白 因为有些武装啊 要虚虚实实 所以啊 他这一段其实讲的都是错的 完全没脑袋 他也不知道人家有什么 看到影子就开枪 真是糟糕到极点 然后又是这个记者 然后又是这个媒体 对不对 这个媒体简直就是 白党的一个传声筒嘛 真是太夸张了 尤其这位先生 接下来给大家看这张图片 你看他就一直打着他的头衔 对不对 没有能耐的人 才会把这些东西一直拿出来讲 他上一次选举得票才600多票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去年 2022年年底 九合一大选 基隆议员的选举开票结果 这位大家应该记得 就是前阵子说 基隆弹药库要求要搬迁的那一位 那他已经退出国民党了 那这一位是谁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 603票 对不对 这个人到底是 什么样奇葩的人 发生这个事情 你也没看到国防部长出来讲什么话 对呀 官太大了 真的是我们无法恭维 这没有替下面的书来帮忙讲话的 在空军里面 我们最喜欢看到这一类 有传承 有亲情的照片 对呀 这不是你在上面当官就好了 好不好 那这一位先生也真的是奇葩 这样子你就可以 会声会饮 写出一大堆故事 你到底懂不懂啊 这简直是啊 浪费我们大家的社会资源 大家留意一下 不要再让这些人啊 在那边 扰乱我们 要用选票啊 来抵制他们 其他的军文是 以色列 第五艘的这个 海豚级的潜舰 下水 这德国帮以色列造的 那我可能最近会做一个潜舰系列 证据显示说 他真的放了什么 所以他有好几种可能 到时候我们在潜舰系列 再来聊 接下来就是美国准了 向乌克兰输出 这个F16 美国已经同意了 这路透社传出来的报导 美国同意 丹麦跟荷兰 这两个国家 他们手上二手的F16 就是他们是AB型的升级版 就是AM跟BM 他们的升级是跟我们的F16啊 不一样是 他们很早就取得F16AB型 所以他升级之后呢 他是升级成我们没有升级之前 的那个等级 所以他算是20年前的F16的等级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有概念 那不是F16V哦 要再强调一下 那这一则新闻啊 就是熊山这几天也有试射 打到100公里外的大字号的靶件 就厨艺的大字号啦 那托船本身不大 所以你可以知道 熊山飞弹的优异性能啊 飞了100多公里 还可以自己找到那一艘小船 命中它 所以这是很困难的 那这一则新闻 有引起我的注意 就是刚好我们最近要讲 飞弹啊 然后美国对台湾解禁 有关飞弹技术的管制 所以啊 他跟我们签了一个协议 约束我们就是 他给我们飞弹技术 那我们不能输出哦 大家不要在那边 一直想说我们卖飞弹给谁 这个就是他有一个 限制技术扩散的一个约束力 所以啊 我们可能就是做好自己的飞弹 自己用 这个就是啊 目前最大的效益了 我每次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讲说 我们要出口什么东西 其实我都有一点 拳拳擦擦 就是你太把这些军火看成一般的商品了 他签这个协议 就是他帮助你 给你一些技术 同时他也限制你 再卖出去 还有技术的扩散 这都合理的 那所以呢 以这个角度来看啊 这对台湾绝对有帮助 我们的飞弹技术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最近国防部 侦战局也是 就是反应都很迅速啦 老共那边有发片 侦战局就马上回应 好现在就是看F16 F16他什么时候可以交到乌克兰手上 然后训练看起来已经开始了 所以在看后续的 绝对会影响乌克兰的战局 那真的是 我看到这个新闻真的是 又快中风了 哈哈哈哈 唉 我们要小心这一类啊 内部的疑似第五纵队啊 所以这个 F16这个粉丝团 他对于 飞弹跟飞机上面啊 的研究非常的深入啊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参考一下 其实我们没有 我们都不是大师级的啦 我们就只是单纯一个爱好者 所以网路上很多资料 我们都是互相参考 然后互相辨证 像这位地理老师啊 他每个月都会做这个 共鸡饶台的这个图 这个就比国防部的那个图好太多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那防空识别区本来是用金纬度去画啦 可是你金纬度这样一画你就有一大块在人家的家里面 所以后来在美国的协调下就是用台海中线切开来 所以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就在这个区域内 那防空识别区在国际法上面它没有地位 它这是从美国开始的一个习惯 一个军事上的习惯就是在领空的外围有一个缓冲区 这个也是我们简称ADIZ啊 所以也是建议海军的长官啊 这个不要被ADIZ限制住我们舰队啊 船支船舰的航行 因为啊这个是空军在用的 当然是一个参考 所以前几年有一位海军的将领 他演习的时候超出ADIZ结果就被乘处 我是觉得大可不必啦 不过那是马政府时代的事情 真的在小英总统上任之后 国军的改变其实非常多 唯一不满意的就是入京主政太久了 真的对国军有害无益啊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ADIZ在西南空域这个地方啊 现在慢慢变成兵家必争之地啊 因为这边就是东沙 这边是东沙 那这边是巴士海峡 老共啊解放军 他要从这边出海啊 其实难度比较高 因为日本军力比较强 所以他一定集中兵力要从这边突破 那这边是我们跟菲律宾 所以这个区域啊 ADIZ其实不能放弃 那你可能啊 我们的战斗机的航程这些 甚至海军舰艇的活动区域啊 最好都要成兵在这边 所以才会说加油机很重要 不然以我们现有的三个机种啊 在这个空域他其实没有办法长期的滞空啦 那所以有空中加油机的话 当然就可以延长我们的作战时间啊 巡逻的时间 所以这个区域是未来啊 可能是台海的前哨战 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东沙岛的防务啊 也是要加强的 所以海军陆战队应该要在复边 那个乖乖旅 海军陆战队假如复边乖乖旅的话 我觉得是未来蛮迫切需要的 那就今天有关这个导读啊 先到这边 那我们下次再聊 下次再见 拜拜